2019年,我們Maridio台長梁錦祥的著作 《顛狗編輯室文集,香港之死,反映空前熱烈》 已經搶購一空 今年再接再例 台長梁錦祥會在今年推出一本 全新的《顛狗編輯室文集,香港攬炒之食》 現在已有現貨在普羅發售 大家可以親臨普羅或經網上商店購買 每本特價港幣130元 為免享譽,肉購重促 新聞傳播及新聞教育工作是我的終身置業 45年來對自己的專業和良知負責 報道不作假,評論無語詞 編輯夏文二約,上天蘭熙 從紀駭事變到庚子暴政之,權姦賣港實錄 一書內容傳以事實為準成 紀駭年春夏之交 特區政府強推未經諮詢民意的《逃犯條例》修訂草案 百萬港人上街抗議 林鄭月娥及其領導的政府逆潮流移動 借口止暴制亂恢復秩序 忽釋警察濫權濫暴濫告 憤怒的年輕一代拼棄和理非,以死相放 林鄭月娥引用緊急法禁止蒙面 警察禁止集會遊行 勇武抗爭無日無之 香港政府是和,北京當局重慾養惡 波蘭撞闊的反政府運動 乃演變成反共抗暴運動 而此間反對派大佬及斬路頭角的少年英雄 爭取國際奧援不遺餘力 觸動中國共產黨神經 庚子年初,武漢肺炎開始肆虐全球 專權政府以防控疫情為由,倒行逆施 削虐市民的基本決理 五月下旬,北京人大通過涉港決定 六月三十日通過港區國安法 香港管治由專權順之暴政 黨國體制取代一國兩制 香港的全族濃亡,缺於俄傾 為了彰顯公義,呈前庇後 我們出版《夏文義約》上天蘭熙 從《紀駭事變》到庚子暴政之 《權姦賣港實錄》一書 在當權者篡改歷史之前 將賣港權間的犯行紀錄在案 這是文明與野蠻 正義與邪惡決戰的紀錄 這也是為香港日後可能出現的轉型正義運動 提供其中一個追究政治、刑事、 道德責任的參考之了父 編著者黃毓民 毓民新書《夏文義約》上天蘭熙 從《紀駭事變》到庚子暴政之 《權姦賣港實錄》 平裝版及精裝版已經有現貨在普羅發售 傳書四式印刷 516頁大家可以親臨普羅 又或者經普羅的網上商店購買 平裝版每本港幣190元 而精裝版定價港幣280元 多謝大家 美國現在宣布制裁24間參與南海見島中國企業 在香港上市的中交結5間公司榜上有名 我要重複檢這是否新的消息 還是還是已經出現了一天 很可能這是一個最新的消息 我想美國這個制裁措施 剛才新聞也提及擴大俄羅斯的制裁 所以我想這個制裁行動 都是由俄羅斯的公司榜上有名 還有這個制裁行動 都是一系列的制裁 一推出然後就列出 好像上次跟林鄭月娥一起被制裁 好像中非共俄國的一個官員 那個應該是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 所以為何會是恐怖分子 因為大家都會說 林鄭月娥跟恐怖分子是同級的 好了不要礙時間 阿朱利拉 你從頭到尾 把這件事的背景交代一次 說了亞歷休斯塔沃尼 他是全俄羅斯 他可以說 算是波利斯尼尼尼尼尼 之後最大的反對聲音 波利斯尼尼尼尼尼尼 他在2015年被刺殺身亡 當時他在莫斯科被槍殺 我還記得當時在俄羅斯也是非常大迴響 就是大家在討論究竟他是怎樣死 以及在評價他 就算他是多大的反對聲音 也好 Ymzov死了之後也不像陳彥霖那樣 被他的親人踐踏他的價值 就算是克里姆人工 他也是出報紋 是被觸面出報紋 去悼念這個很大的反對聲音 還有說說他對俄羅斯有什麼建築 這就是很得體的人會做的事 所以他就不像陳媽媽那樣 先說回 這個Alexandre Varney 就是在六天之前 從西伯利亞飛到莫斯科的時候 他上飛機之前就喝了一杯茶 然後在飛機上就嘔吐大作 還是… 我先妨礙你 他為什麼會去西伯利亞 因為他是要照顧俄羅斯的地方選舉 去做一些工作 拉下飛機和去見一些當地的支持者 但是回程到莫斯科的途中 就喝了一杯茶之後 就是機上嘔吐大作 以及表露出有中毒的症狀 那一架飛機就在奧牧斯克 這一個很小的城市 就緊急降落之後就送院 那當時這個醫院裡面的醫生 都說他沒有中毒的 在血和尿上都驗不到 但是一個德國的一個人道組織 就即日請求派遣一架飛機 就把納瓦羅斯尼送去德國 送去柏林去治療 那一開始克里蒙人工 他是說手痕 然後當飛機去到奧牧斯的時候 克里蒙人工就臨時臨急 就是拖一下 拖了五個小時左右 又放行 那從此這個納瓦羅斯尼 就被送了去柏林到治療 入ICU 而德國的醫生就在兩天前說 說他是有什麼中毒症狀 就說他應該是中了一些神經毒素 是用來醫治老人癡癌症的反膽減滋梅 這些就是要問醫生的專業知識才知道 但是說回來 原來這個藥用來醫治老人癡癌 以及醫治分碎症還是重肌症 這個就是我在網上看到的醫學資料 但是現在納瓦羅斯尼還在深切治療部 聽說他還在眉醒 還是昏迷著 相比起之前 前幾年就有很著名 在英國的蘇利利 就有一個前俄羅斯特工 Skrippi 就被… 都不止一宗 我在神經病都說了幾宗 對 那個就是經典 對 對 對 混白痴 是混白痴打毒素 所以 其實那個就是 打完毒素之後 是很難查 聽說 查到當時倫敦的警察 是完全沒有知識 應該分到幾個說 你說過 如果我沒有記錯 就是一個流亡在華盛頓的 變成流亡人士 他就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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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記一個具體點 就是被人在屁股裡 就是… 在腳那裡我記得 好像腳尖 對 就是他是一把傘 他就好像平常我們找一把 就是街街人 但是那把傘裡面 原來是針的 嗯 就好像是打針 打下去 就有一顆很小的毒 接著他就有病 但是最初是不知道 他甚至不知道他中毒 只是知道他病 之後那個解剖才發現 他原來有一樣東西 另外一個很著名的 就是在英國那裡 就是怎麼樣 就是那個流亡分子 就是前KGB的 他在那裡吃壽司 吃完之後 接著呢 是公園那裡 就壞血了 就是暈倒 接著脫頭髮 現在還拍到那張照片 那裡 原來就是他吃了 那個食物裡面 有一些放射性的元素裡面 就等於我們說 是輻射中毒 但是理論上 那種輻射不應該在你的肚子裡面 是的 諾維塑也是 諾維塑也是一種放射性核質 但是那個好像是醫療 那個好像是 是的 不死也會有生產 其實如果受到放射性核質的毒害 真的不死也會有頭髮 然後可能只有半條人命 但是說回來 以往我們看到很多 就是 從克里姆林公主導的刺殺案 他們都是用這些放射性物質去拿人命 但是這次他是用神經毒素 那究竟是不是克里姆林公做的呢 其實現在真的很難落定論 還有第二 大家當在討論 究竟是不是克里姆林公做的時候 我又想簡介一下俄羅斯有些很獨特的政治文化 大家對歷史很有興趣的 都聽過哥薩克這種騎兵 他就好像僱傭兵那樣 就由沙皇去指派 幫忙去擴張領土和平息地方的暴亂 其實在九十年代之後 克里姆林公都是很依賴一些地方的勢力 例如是車神的卡德烏夫 那是甚麼來的 卡德烏夫是車神的軍閥首領 他就是文說 就是以前在車神戰爭裡面 都是其中一個反對派 其中一個山頭勢力來 但是後來就接受了招案 接受招案之後就代表著 克里姆林公的利益 就平定著車神 還有就是發展和領導車神 車神這幾年的而且我看上去 是非常之光鮮 非常之華麗 好像很有錢 車神有油 有 還有 還有 有時候會在莫斯科街頭 看到一些真的來購物的車神貴婦 他們就是早上大約十點左右下機 然後下午就在莫斯科購物 然後傍晚又搭飛機回車神 因為他們真的很有錢 有錢到一種土豪程度 那說回來 在烏克蘭東部也是 普京也是扶植了一個地方勢力 當巴斯瓦 這個地方勢力 就是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好像2014年 當馬來西亞航空一架飛機 在烏克蘭上空被導彈擊落 文說當時有一個教授跟我們說 我不要小看那些 那些地方武裝勢力 首先不要高顧他們的智商 其實我覺得那個教授意味著的就是 其實這一局是那些地方勢力自己玩東西 但是玩大了 玩大了就是要克里姆人攻擊他 因為如果你不攻擊他 莫斯科不攻擊他們的話 卡特洛夫是有兵的 他們是有軍權的 各個手上拿出槍的 你可以說到就是那件事的真相應該查到 其實真相查到 但是不會讓人知道 因為他會暴露了克里姆人攻 他的爪牙的弱點 就是有時候說 之前俄羅斯有一個女記者被毒殺 還有說回2015年 Nimzov被殺 Nimzov被殺這件事 在我學校有一個論述的 都是那些教授 他們 教授不會在後面跟他說 但是他們會暗示 他們就說 如果我沒有空 如果我經常運在山上 沒有空下山 跟你展示肌肉 的話 你還會害怕我 那你要拿人來祭棋 所以就說 我跟你殺了那個敵人 那是不是算是 林卓廷這些人拿來祭棋 我想我性質有點不同 那說回這件事的本質 在我的教授的眼中是甚麼看法 就是說如果車神 又或者地方勢力 沒有空去莫斯科搞一下事 讓你知道原來他手上是有武力的話 那克里姆人攻 還怎麼會顧忌著這些地方勢力呢 所以克里姆人攻 有時候 都會扮演一個很被動的角色 即是下面 那些嬰兒呢 那些嬰兒呢 那些嬰兒有空 就出來搞一下 搞一下 但是他不會搞你 他不會損害你利益 他會跟你殺逼 但是在你面前殺 在你面前 show他是有甚麼實力 到時候 你看到那條嬰兒在你面前殺了你的敵人 你不會罰你的嬰兒 但是另一方面 你會記住他 你會看到他是有多深狠手辣 所以另一方面 你要繼續給他權力 而且你要顧忌著 不要推翻這條嬰兒 這就是教授他們眾說紛云的一種說法 但是他不會直接告訴你 他只是說 這樣 是的 俄羅斯有一個政治文化 就是 莫斯科都要很靠地方勢力 以前我都看到有 Korsak Yiqatjilin 他都要靠這些 但是 Julin 我又覺得 因為我做記者這行業 我比較多疑 你會不會覺得 其實這些人都是為了普京 去做這些事情 而去提出一些辯護的理由 向哪個提出 向普京提出辯護理由 不是 普京自己做這些事情 去提出一個辯護理由 可能 在外國的角度來說 我們也是外國 我覺得 從來做這些事情 都是普京做的 這個也是所謂的 國安統治的一個特色 就是這些知識 特工 為什麼需要特工 其實特工有很大程度上 就是要幫 權力機構做一些不合法的事情 所以特工治國 就是用法律以外的手段 去統治這個國家 你可以說黑理無人工 和一些地方組織 本身是有協調 但是另外一方面 也是有意外的 例如 對於奄美思維的死亡 對於黑理無人工 有時候 其實俄羅斯 他國內 有很多反對派 他們的聲音 其實跟香港的情況 有些相似 就是 港人是鬼 其實之前也有一些意見 說他是鬼 本身我也會跟別人聊天 我也想知道究竟去俄羅斯讀書 俄羅斯的人是怎樣想法的呢 有人跟我說過 他說是鬼的 他就要不斷去做普京的忠實反對派 但是他又沒有坐牢 為什麼他不坐牢呢 但是 拿法恩尼真的不斷地被人傷害 就是前幾年被普京的支持者 用一些有腐蝕性的油測 把臉上移在臉上 所以他有一隻眼 是視力方面有問題的 就是因為這件事 那在俄羅斯做反對派得很嚴重 都是拳拳到肉的 真的要打架的 不是說你在香港 我會阻擋我法 不是的 人家真的拳拳到肉要打架 拿法恩尼真的試過在街頭跟別人打架 俄羅斯有 你做記者 女人都要預料 如果要採訪一些情況的話 如果遇到一群車神佬 遇到卡特洛夫那些馬 不是的 他們真的要你命的 有一個人打架了 他報道車神的人權的狀況 就是那個女記者 他第一已經被人毒了 毒了就不死了 接著各套牌被人當街打架了 這就是在教授口中的說 如果我經常躲在座山上 沒有空下山被你撲下頭 你怎會使得嘲忌我 這個也是一個 所以有時候教授也說 對於黑莫王宮這些情況是意料之外 但是你不抱他 你不抱他的話 他會跟你造反 如果說這次 納瓦雷被毒害的事件 有一個說法是Lukashenko 因應著白羅斯危機 普京竟然跟歐盟一起談判 對於Lukashenko來說 他是非常生氣的 根據一些消息 因為其實在俄羅斯官方說的消息 即是說白羅斯的領導人 對 白羅斯的領導人 Lukashenko會生氣 即是他想牽制一下黑莫王宮 所以有人說這個是Lukashenko 做毒害納瓦雷 但是受千夫所指 最終受千夫所指會是普京 最終你毒害納瓦雷 歐盟一定會出聲 但是這個時候 其實歐盟 即是德國 法國 他是在跟黑莫王宮 商量著白羅斯的前途 所以有人說是Lukashenko 他派人去讀納瓦雷 黑莫王宮和德國 法國 他們的談判 他們的短暫密約 就逼著要被打破 而且會加深德國和法國 對俄羅斯的顧忌 那你現在沒有辦法 德國和法國也沒有辦法跟你談 他一定不可以 其實德國和法國在這個時候 一定要管 對俄羅斯的情況 另一方面 其實這個就是 在這個不適當的時候 記住在不適當的時候 幫你的主人剷取一些目標 就是幫你的主人惹禍上身 所以這個說法也是有 而且我覺得這個說法 其實是 可能性不可以抹殺 因為其實這個情況 就非常之符合蘇俄 蘇俄的政治文化 他毒殺納法蘭利 對於克里姆林公來說 就算不要說 納法蘭利是不是鬼 但是納法蘭利 他身為俄羅斯最大的 反對黨精英領袖 你毒殺了他 全世界馬上就會看著普京 就會看著克里姆林公 問他你做了什麼 沒有人會問白羅斯 他做了什麼 沒有人會問普京 你年輕人做了什麼 因為不合本 這個政治文化是我獨有的 你不做大佬就沒事了 問責的就一定是問責大佬 到時候克里姆林公 是不是想有一個短暫蜜月呢 這個就是要由克里姆林公 去承受一個風險 這件事我有幾點的補充 第一件事就是後面那張照片 就是那位在2006年被當街槍殺的俄羅斯女記者 對 是波里克夫斯街 我不會讀他的名字 也免得讀 波里克夫斯街 是的 另外一樣東西 剛才朱琳說到 我覺得要跟中國的對照 普京是多獨裁都好 他現在看來也是終身掌政 但是他都會養著反對派 是的 這個又是為何俄羅斯 有些人認為那法案裡是鬼的原因 即是他就說你要做 有些人認為那法案裡也是 可能是普京的接班人 就是不斷地去養 即是容許那法案裡有一個生存空間 還有那法案裡最重要的是他沒有殺傷力 他是有反對聲音 但是他的反對聲音不會令外國進一步制裁普京 制裁我們 我國家不是獨裁的 你看見有人反對我 有人反對 有人會指出我們貪污的地方 這個就是俄羅斯有些民眾 認為那法案裡應該是一個忠誠反對派 是幫克里姆人工有空做示範 尤其是有時候克里姆人工 如果他不可以直接指出地方有些馬仔 他有些錯誤的時候 靠那法案裡去做 這個dirty work 由那法案裡去踢爆 這個也是幫克里姆人工清除門戶的手段 這就是俄羅斯的民眾的看法 我想問你 我們現在看的就是英文媒體報道這件事 那俄羅斯的媒體 他們怎樣看這件事 其實報道 人人都很不知道怎樣 他們覺得究竟是誰做的 為什麼這個時候反而會有些事 官媒的報道也是很有同情 他被人刀開 都是用一個描述性的角度去說 如果說我的評論 反而是網民的評論是多很多的 又或者為什麼有些人會認為 因為他真的被人刀開 因為他真的被人刀開 但是他被人刀開的貪污 克里姆人工是有根的 所以有些人會覺得 你是幫克里姆人工刀開 是蘇聯士多 又或者是我學校 很好笑的 在健身房間裡 健身房間是不同時段 是有一個主持人的 他永遠都會被人刀開 但他不是訓練 但是各個人都會跟他 大家進去後會騙手 還有大家會知道有些默契 有一些默契的規矩 如果聽說他的權力架構裡 其實都是差不多 大家都會看過阿頭 因為阿頭在俄羅斯文化裡 是非常自然到不得了 變成有一個人是有領導權的話 就很容易有腐敗的情況發生 立法論理他做的就是 踢爆這些情況 第一 第二 不斷地說反對聲音 給民眾一個發洩的渠道 但另一方面 他又不會推翻政制 所以有人說 你立法論理是鬼 先說一下 有人說立法論理是被陰點的鬼 被陰點的反對派 想想一下如果民主黨 受全國人大陰點 那他會有什麼行動空間 可能他還是要做一些不斷地 這個就是在臨立會2.0年 對 臨立會2.0年 會有什麼 我猜如果正常一點 利益一點 他不會說 你進去動策 就要用國安法或其他法律 要搞你 會 他就會讓你做花瓶 有些法律 真的讓你搞一下 那你就真的做了一個忠誠 做了一個反對派的政治花瓶 第一 讓人知道就是表個態做台戲 讓人覺得你這個議會還是有個反對聲音 對於克里姆林宮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不是就算西方國家如何把俄羅斯 就算是一個專制國家也好 俄羅斯自己也說 我們是由民主選舉普選產生的 我們有反對派 對 我們有反對派 我們有新民自由 所以就給了一個理由去防止被正式歸納為一個獨裁政權 所以其實如果華民要接受一個招安委任的話 他扮演的角色就是政治花瓶的角色 而且不會有空間去做什麼 有殺傷力 剛才我們說的就是其中一種的可能性 但在中國來說 跟俄羅斯也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很大的分別 就是反對的空間也不存在 即是直接說反對也不可以 反對他動的那些人是很大顆的 很多都很大顆的 車神也動 所以聽說 聽說是有很多車神 那些政治人物是想殺 一早想堆壞他 不要說是車神 因為南法林領利 他經常被捕人家的貪污情況 變成貪污了的人 又或者就快被南法林領利捕出來的人 他們都是想剷除他 但如果你用這個角度看 就是上面最高的都是普京 裡面我又不會趕盡殺絕 因為如果沒有貪污的話 大家都不能賺錢 大家都不開心 但我又不可以讓你亂殺大龍 於是我就要做一個平衡的手段 你弄得太大 我又找一個人弄你 你這邊做得不開心 我又放手讓你弄他 這個就是俄羅斯民眾 就是他們其中一個指責南法林領利捕的原因 但另一方面 我又覺得 真的不要太誅心 還有第二 俄羅斯群眾 為什麼只有南法林領利捕一種反對聲音呢 我想俄羅斯民眾也要反思一下 因為 雖然普京管治這幾十年來 的確是有眼給你看 是向著一個進步的方向走的 有很多人有得上班 就做 有得上班 他們就什麼都不管了 還有 生活又每天好像有些國賤公家 這些算命婆豬 算是 所以他們就說 反對嗎 又或者 我有些少許反對聲音 立法林領利就可以代表我 民主不當得飯吃 立法林領利就可以代表我 但是 所以我覺得 俄羅斯人對於反對聲音 還有他們是完全沒有經歷過 完全全民主國家 自由國家裡面 那種反對聲音的多元 所以 他們可能不懂怎樣去表達反對聲音 都是另外一個 不要說問題 是另外一個他們的政治文化表徵 很難的 我覺得 俄羅斯由沙皇的時代 到蘇聯 蘇共的時代 到今天 俄羅斯 我想基本上文化沒有改變 沒有 政治文化是很相似 政治文化沒有改變 中國的政治文化 都是跟以前很相似 只是一個朝廷式的文化 但是比以前更加專制 現在 因為各個科技的手段 加上你有共產主義那種 支持獨裁 支持專政的理論基礎 我想宋朝開始的諸子理學 是一個支持獨裁統治的 一個非常根深蔽固的理由 好 我們今天也差不多了 因為我們遲了十分鐘開 現在還是補回十分鐘 好 好 很感謝Julian 如果沒有你對俄羅斯的政治情況 那麼熟 其實我們說 只能夠重複西方傳媒的說法 沒有盡我所能 多謝你 多謝大家收看 再見 拜拜